我們進到簡報第31頁 剛剛我們玩的是 你一定要怎麼樣 按這個才會用執行 對 我們現在就加一點互動 加一點互動進來 來 你看一下 因為要做實驗的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燒杯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把它按一下 又一個東西跑出來 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拉動 這樣就可以把模擬器不要擋到了 那你看這裡有很多 這也是Webdino的優點 因為它的強項就在互動 所以有沒有看到第二個叫點擊燈泡 按一下就會有一個燈泡跑出來 那這一塊呢 其實真的就是網頁 所以您剛剛有看到川普的 那個就是在這裡換 這裡是真正寫網頁 那你要控制這個區域呢 您看一下左下角 有沒有發現 有跟網頁互動的這個積木 所以你用哪一個互動方式 你就去找那個互動方式的積木就在那裡 這樣清楚了齁 好 那現在呢 我只留上面這兩個開發板跟LED燈 這個我不要了 把丟掉 有沒有丟到旁邊 放開齁 然後你看一下 我現在希望做一件事情 當我按下這個圖片的時候 這個燈要會亮或關 第二個 這個圖 是不是要換成亮的圖或暗的圖 這樣是不是更直覺 好所以我現在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把真正的LED燈打開或關閉 一個是什麼 把圖片換成亮跟不亮 做兩件事情 所以呢我們現在 點到這個點擊燈炮之後 有沒有一個點擊燈炮 執行什麼事情 來 我就先把這個拿出來 放進來 有沒有 好那我要做 第一個我先換下面這個 所以因為這裡是網頁的 所以我就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燈炮的狀態切換 這個狀態切換 只是切換燈炮的圖片而已 那真正LED燈 是不是要控制它 要在這裡 好您再分析組一下 上面這一塊 是控制真的東西 不管是模擬器還是這個 好那下面這一塊 下面這一塊 控制的 就是這個互動區域 好所以我現在控制真正有一個燈 我就找到它 也沒有狀態切換 所以把它放進來 不管你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 這樣就好囉 馬上來測試一下 但是呢我來控制我這一顆燈 現在呢我控制我下面這個燈 來我點過來 這樣子 OK 這樣子 好那我就play一下囉 我放旁邊一點 放旁邊一點 好 play一下 現在一play什麼事情都沒有對不對 因為要等你按啊 按下去 有沒有亮 沒有 按下去有沒有關 是不是做兩件事情 圖片 關成亮的 LED燈真正打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老師 再看一下喔 按一下燒飛 但是老師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程式在執行 請問燒飛可不可以按 不行喔 有沒有發現 程式執行都不能按 你要先停止 燒飛按下去它會跑出來 你把它換到點擊燈泡 好再找左手邊相對的積木 來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簡報的第31頁那裡 有那個積木的伴力在那邊 突然吧 來 Budget